我覺得有時候網友留言 他們那些創意 真的滿有意思 真的 對 你知道 有時候又好氣又好笑 其實真的 乃哥那如果有人批評 你的主持方式 你會不會生氣 我跟你講 我從來不在乎這些 我從... 因為我也不太會上網 然後呢 偶爾會人家點說 你去看一下那網友留言 有時候有什麼新聞啊 會有網友留言啊 對 下面會留言 你知道嗎 有時候看了就會很氣啊 你有看到哪一則事 你真的是動怒了 我有一次就是 不知道是一個 我跟... 好像我跟唐崇聖 就是代言 我還不敢講耶 你自己講的 沒事... 那個代言啦 現在和好了嘛 我們和好... 他們還有一起代言 可是你之前那個狀況 我聽到我真的嚇到耶 聽說你在現場把他罵到臭頭耶 對啊 我罵了五分鐘了 五分鐘 他只是說你玩不起是不是 沒有 輸不起... 不是因為那一句話輸不起 你可不可以還原一下那故事 我好想聽喔 真的 我講嘛 因為 有時候為了效果什麼 都是我在 或者有時候你看 像我們在那邊錄影 有些人會在那邊講話耶 我們錄綜藝節目 我會這樣... 他們那邊反正 話沒有到他們那邊 他們這一區會聊起來 你知道嗎 那你要錄影 那個聲音有時候會竄進去 對 你知道嗎 我說我們在那邊錄影 不知道嗎 就是我會不高興這樣 那有時候錄影就一次兩次 可能就是 那那一天我也不知道 再來一個就是 可能也累積幾次 那那一天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想一想也就好像 被鬼打到你知道嗎 就是想一想也很無聊對不對 對 因為你 都想到 怎麼可能會發那麼大的脾氣 都在圈子四十秒了 而且罵五分鐘耶 罵五分鐘你知道嗎 好 所以他到底講了什麼 他就說 乃哥 你死不死了 就這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樣子 開玩笑 那種半開玩笑的樣子 就 但是你已經心裡面不舒服了 然後又一次 又被挑 又被挑 又被搓 那被搓了就 那火就來了嘛 然後你怎麼罵他 我就三四斤 五四斤 一直罵都沒有停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不是剛剛都不行 就現場全部一片 又再次的體力安靜 真的一片激進 那那個蟲蟲哥有沒有說 乃哥 不好意思 我剛剛只是開玩笑 沒有 他當時有講說 乃哥 沒有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可是你還是停不下來 我跟你講 那個氣上來 你真的壓不住 一定要拿一盆水 這樣往你頭上倒 現場沒有人會拿水 撲我 然後是因為副控呢 有一個燈光師呢 因為倒不然停留嘛 對 那個都有錄起來嘛 然後他又在幫他 他又用他手機錄了一分鐘 他錄一分鐘 他下了節目呢 就錄完一晚上 可能跟朋友吃點宵夜啊什麼 就給朋友看 那朋友就傳給我... 那朋友就傳出去了 當天晚上就鋪天蓋地的 就大家都看到 流出了 是這樣子 而且我萬萬沒想到 其實是五分鐘 對 因為我們網路上 都只看到一分鐘 五分鐘 有完三半 罵了 罵五分鐘很難耶 很難啊 很難耶 因為哪來那麼多詞啊 沒有 就是那些話 他一直很頂屁啊 乃哥 乃哥 所以在節目上 在那個網路上面 會變成是GIF檔 一直在播耶 對啊 會變迷音 然後呢 當天晚上 現在你會覺得很丟臉 當到 我很丟臉 真的 我真不騙你 而且五分鐘真的好丟臉 真的 真不騙 然後還要把後面結束做完喔 還沒錄完 不是說就走了喔 對啊 然後後面要把結束錄完喔 雖然你已經結束了之後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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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爆掉了 我不騙你 三天都180 降不下來 我自己都嚇到了 我自己都嚇 降不下來 後來就覺得自己很難過 很...就是很... 這很懊惱啦 我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那麼控制不住 怎麼會那麼... 後來不是說開記者會 道歉啊 什麼什麼 所以是你... 所以到現在我還在道歉 所以是你主動開記者會 跟崇崇哥道歉的事嗎 當然... 因為總是我 所以你當時應該是鬼上身吧 鬼上身 我跟你講 我就是更年期 然後加上鬼上身 你那時候就更年期了 我都六十四啦 今年 你有六十四 哪個... 對啊 看不出來 你很...那你保養得很好耶 真的 好 謝謝... 謝謝你主持我 因為我也想不出新的話 有沒有比較特別一點的啊 那就信陽的好了 畢竟你是年輕 然後即將步入婚姻 我看你會走多浪漫的心情 浪漫... 你是哪一條啊 信陽 我是那個世界極願症景點 連環化... 連環化... 連環化不是你編的吧 不是我家的 應該是... 我剛好甚至給他取連環炮啊 你這樣找意思 沒有 我想先講一下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我們之前全家去 斯洛維尼亞的布萊德湖 然後那邊就是 因為我們全家人都喜歡 有那種歷史背景的一些景點 然後... 所以乃哥本身喜歡歷史... 歷史的背景的... 是... 其實我們全家都是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些資料 對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 那回去你們會討論說 今天看到哪些歷史 哪些故事什麼之類的嗎 回去不會 就是當下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遊玩的時候 或是準備錢都會 然後如果爸爸說 你知道這什麼幾年的歷史嗎 然後你是答錯 然後他說 然後就... 打腳踢板 現場打腳踢板 在博物館裡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小青跟奶茶 你答錯了 其實我們家在教育裡面 一定不會忘記那個愛的小手 愛的小手 買在衣服裡 愛的小手 隨時啊 因為背包裡 心理箱都有 愛的小手 就是剛剛帶一打 我問你打壞了 你有被你把他打過腳底嗎 每天啊 背錯就會被打 沒有... 打之前還會說 叫... 我們去那個布萊德湖 因為中間有一個 就是十一世紀建造 一個布萊德城堡 然後夏天去的時候 就是可以划船過去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是 我們去的時候是冬天 然後剛好那個湖都結冰 所以我們就散步 慢慢地走過去 我就覺得還滿浪漫 滿特別 然後下面湖 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隨便有一些雨 所以這個行程是 你爸規劃的嗎 規劃是我妹妹 其實在家裡 我們很多去的地方 都是我妹妹 她很會做資料 然後很會一手全部 像吃什麼住哪裡 去哪裡玩 然後火車全部都是她 那她需要把那個企劃案 寫好之後 然後遞交給你爸 說爸爸這個行程 這個通不通過 如果通過就給閉嘴 通過閉嘴 就可以出去了 不通過會討厭 不通過 如果重寫一個企劃 這麼嚴格 因為你們還是要看爸爸 願不願意就是真的花錢 在你們全家裡 願不願意出資 沒有啦 其實她 其實是滿Chill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她滿喜歡 東南亞美食的 所以我們常常會去越南 然後我們去越南都會住 有一個特定的一家飯店 這滿有名 叫索菲特大都市飯店 那裡有百年的歷史 然後其實我們進去前就看到 那個索菲前面 就會有很多 一九五零年代的一些敞篷車 還有三輪車 所以就感覺像是 做一個時光機器到那個飯店 然後在越南也可以體驗到 不同的那種法國風情的感覺 對... 然後那邊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有那種月戰時期 保留下來的防空洞 然後我們進去的飯店人員 就會帶我們去參觀 其實滿有味道的 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九五零 或者一九多少年 沒有 這會特別像數字我的 所以你們沒去過二零之後的 就比如說 我們是二零... 二零一級 二零... 所以一定要有歷史背景的 對 要有故事的 會比較有記憶點 對 還有一個就是 那邊很有名叫夏龍灣 對 夏龍灣很漂亮 夏龍灣很漂亮 你怎麼會坐那個船 有坐船 我們是三天兩夜的 我們也是 是 非常的舒服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水上市集 就可以跟他們互動 會有小朋友划船過來賣花對不對 對... 超漂亮的 就是穿梭在這些無人島那邊 然後還可以下去那些無人島 有些還有鐘乳石洞 對...然後進去 裡面有很多蝙蝠 裡面有很多蝙蝠對不對 其實那邊很適合拍照 看一下天氣真的很好 那個船真的我覺得很推薦大家 夏龍灣真的非常好玩 會去過一次外景 所以以前你們是全家 每年定期一定要旅遊嗎 一定要旅遊 他們就會至少一到兩次 至少一次 那爸爸有沒有什麼旅遊的習慣 就是絕對不能打破 習慣喔 想一下喔 譬如說一定要準時吃飯 或是什麼這類的 修空 上床時桌 不能遲到 準時吃 他是真的出去玩 心情都滿好的 你有看過你爸生氣的樣子嗎 生氣喔 他看過 那我也看過 你那道我也看過 你要幫他想一下 他爸生氣的時候是怎麼樣 沒有啦 乃哥是工作上會是不是 工作他 工作他就會急著想要回 對... 搞什麼東西啊 身體像... 現在在賣什麼東西啊 對啊 這類的 對啊 所以我在想說 他有沒有罵過 開車的司機 幾點了 我要趕著回飯店 回飯店幹嘛 我對你不夠好嗎 不是 我女兒已經才這樣飛 我錯了嗎 對 是不是 回飯店 六點要開飯 現在已經五點五十了 那應該是另外一個時空 但其實跟我們出去 都是還滿溫馨的 然後我們會請一些導遊 然後他對導遊也是滿友善的 所以爸爸在家庭裡面 是一個非常溫和的爸爸 對 他在我們心目中其實就是 非常的溫暖 真的 真的 乃哥生活上是 生活是 對 所以乃哥也很暫時的 你跟俄羅斯的女生 結婚了 他其實從來不管我任何的 所以你歷任女友都需要帶給他看嗎 不用 任何都不用 那你有想過那個嗎 到時候結婚要帶那個 你太太怎麼稱呼 她叫Sowa Sowa 什麼 我還以為你要問一下 其他的東西 沒有說他的命運 要去哪裡之類的 Baby Sowa 你只是敢確認人家的名字 Sowa也都跟你吃過飯 你這樣套話 你用這種方式 因為他不問的話 就我來問 你們大家舉手 覺得乃哥真的是很愛 發脾氣的人舉手 乃哥 我們是不是誤會你了 還是說你只是某些時段 不是 我先講 就是說人啊 都有一種刻板印象 對不對 對 就比如說 你講明傳老師 你會講 或是講沈玉琳 或是講曾國城 大家都有一個刻板印象 比如說講某些人 叫做小氣嘛 有沒有 就是刻板印象 你說誠哥喔 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 所以我的刻板印象是什麼 你刻板印象就是 我甩 我要甩 我人很好好不好 開玩笑... 我講的意思是說 人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對 往往可能一個事件 或者是可能 像我以前我們錄 台灣紅不讓 對 那個是整人節目 對 往往都要半黑人半白臉 對 那曾國城就是一個 軟趴趴的人 他沒有脾氣的人 對 那如果我也不演半黑臉的話 那怎麼衝突 所以你那個是演出來的 演的啦 你在攝影棚在那邊說 快一點... 幾點了還不收工 那是演的 那個是真的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不是 錄影的過程 比如那個 那個是會呈現到觀眾面前 但是我說幾點了 快... 那是我在現場指揮工作人員 動作快一點 你是為了要陪小孩 為了要早點回家 因為小孩子都很小嘛 我總希望每天晚上 跟他們講個故事啊 唱個兒歌啊 對不對 引導他們入睡啊 所以那個時候 上次上我們節目的你兒子 是... 是 徐欣揚 那個時候你就是想要回去 陪他是不是 是啊 他那時候幾歲啊 那個時候他們 我那時候錄台灣紅不讓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一兩歲 這麼小啊 對啊 他那天上我們節目 已經是一個大帥哥了耶 是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變這樣 大帥哥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人生太可怕了 太可怕 太快了 你不要講 我們當年看你出道 你不要 你不要... 那時候跟陳國欽 他簽給一個 我很好的朋友 那個時候到現在 多少年了 想想看 你是... 你是說我也變一個 終年婦女嗎 我沒有毒蛇 我跟你講我這一輩子 最不會就講毒蛇 你不毒蛇 我不會 我是直接 幹掉的 我沒有 乃哥應該是屬於 講實話型的 因為我剛剛 看到乃哥 看到甜甜 所以熬著不見 喂 不是 本來就說 第一句話 開場第一句 怎麼變那麼大隻呢 天啊 對啦 他聽了 他聽了就心有氣心煙 而且我剛剛進去 又要跟他打招呼 我說乃哥... 然後他就是這樣 我說乃哥... 他這樣 你沒事啦 沒有 我找不到 因為我不知道誰叫我 我聽到聲音是他的 但因為 我一想說又奇怪 人那麼亮怎麼看不見 可是剛剛乃哥 一進化妝間跟大家問好 同時 全場安靜耶 對 為什麼 大家都突然近起想說 乃哥怎麼 怕他是不是要發脾氣了 還是要催我們了 你看... 這種就是污蔑我 可是剛剛真的 大家全場近起耶 我來 我多熱情 跟大家每一個打招呼 每一個忙著跟我打招呼 有沒有... 有... 我沒那麼忙著跟我打招呼啊 有... 是不是 你不要這樣污蔑 我跟你講 因為我剛剛要去大便 然後製作人說 你要去大便 我剛剛本來要去上大號 然後製作人說 又憋回去了 他說你要先跟乃哥打個招呼 我說 其實如果不打的話 我怕你就會走心 我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這麼多年 你看 尊敬... 怎麼可能 我才是尊敬你 我才是尊敬你吧 我們是本家 對不對 徐媽媽 我們就那個時候 看著他們兩姐妹 看著徐媽媽這樣一路過來 你想到你 這又是一個新的故事了 應該你媽媽對我印象不錯 不過你兒子捏上我們節目 我覺得他真的表現得很好 是嗎 對 而且你講了很多 我們真的是不為人知的一面耶 關於你 講我嗎 他說你是一個就是 除了好爸爸 我們就不都說了 這一集是我專輯嘛 對啊 你那麼大咖 當然是主要訪問你啊 你看你做的位置跟我一樣 不是 問題是 你們付我通告費 不是大咖的錢啊 因為我們要幫你打廣告啊 好 你講... 你先講新節目啦 新節目是跟那個徐愷姐 沒有 新節目 我們再來這個 東森超市 三三台 來 板子我有 來 我來 那什麼好意思 那有什麼問題 好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點 東森超市 王牌疊疊疊疊 又是一支遊戲的節目嗎 遊戲帶著一點點 應該叫 有些小劇情 現在不是很流行 這麼狼人殺 類似這樣子 你會玩狼人殺嗎 開玩笑 我們那時候去年 去年不是三級警戒 對 五月到七月半 我們家天天在玩啊 天黑請閉眼 閉眼鏡就好了 所以他說你呢 是一個旅遊的時候 要去的地方 一定要很有歷史古蹟 歷史感的地方 那個地方至少是19 多少年才可以去 對 倒不是啦 就是沒有歷史感的地方 你不會想去 然後他後來說 就是因為 你真的很在乎歷史的那些 就是故事啊什麼什麼的 他說所以那個 整個旅行結束之後 回到飯店 然後你就會考他們說 今天我們去的那個 還抽考 那一幅畫是民國 是多少年的 是跨年的 對 然後他說如果答錯的話 你就會從行李箱 拿出那個愛的小手 然後 對 我們馬上 馬上我美心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出去玩 就應該讓他們留下 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們出去呢 他都會事前先做規劃 那當然像我女兒 他就做這 這個事情 他做得很好 那我們當然就會 給他們一些獎賞 那這樣就比較有趣 他們也會想去 每一個景點特別用心 所以用心的就獎賞 然後只用心的就打腳 是啊... 所以跟乃哥出國玩 是在上通告的意思 沒有 他還要帶乾冰 還有備用的呢 乾冰還要噴這樣子 這個是真的吧 是啊... 是...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假的 我是開玩笑的 當然不是每一次 不是每一個地方 你在愛的小手幹嘛 需要帶備用的嗎 我們會 有時候回到房間很無聊啊 就玩一些遊戲啊 我這個只是 我自己亂編耶 結果竟然是真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講真的啊 你有沒有打爆愛的小手啦 我... 其實我不打孩子的 所以你有發脾氣 在孩子身上過嗎 我三個人 都在他們的青春叛逆期 我發過一個 可能他們人生 到現在為止 最大的一次脾氣 三個都只有一次 就是... 日積月的耶 但什麼事會讓你這麼暴怒 因為孩子不知道 我現在已經小孩都叛逆... 他一定很清楚 真的喔 我跟你講那叛逆期喔 他做了什麼事 他做太多事情了 就比如說你叫他動他 他一定要到西 叫他西他要到北 很多事情講不聽 青春期就會這樣 就一次 兩次 三次 然後會跟你擺臉式 我們在外面是... 我們擺臉式給別人看 我在外面是國際巨蜥 我在外面是國際巨蜥 我在外面是仆人 你知道嗎 你講沒有錯 真的 真的 我們跟他講話是 真的 取悅他們 輕聲細語 輕聲細語 低聲下 還要先講一段好話說 媽媽覺得你表現得很好 可是... 不能直接就罵了 就你要講他 你還要迂迴落盡喔 對 你還不能直接喔 對 所以像父母親很卑微 所以你後來怎麼樣 你是羈押很久 爆炸的 羈押很久... 然後多爆炸 就說你為什麼要罵這樣子 這麼沒禮貌 什麼這類的 我受夠了 到底怎麼樣 什麼這樣... 然後那一次之後 他們就不敢再亂來了 也不是 怎麼樣 乃哥受傷了 那一次之後呢 我就想爸爸彌補 我覺得爸爸真的很苦辣耶 因為我老公也是 每次罵完小孩之後 過兩天就過去巴結他們 因為小孩子 他不會跟你低... 跟你低頭的嘛 小孩子不可憐低頭的啦 吃定父母 對 只有大人喔 慢慢的迂迴在繞境 然後潛移默化 讓他把這一個過程 曾經不愉快的過程 慢慢慢慢的抹去 所以跟老婆應該 不可能有發脾氣的時候吧 我老婆不跟我... 從來不跟我吵架 我老婆是生氣不講話的 他一定要時間消化 大概要五小時左右嗎 什麼 五天 五天喔 以上 五天 然後你都一直要是 很心平氣和的睡在一起 我老婆曾經三個月沒理我 天啊 三個月 你做了什麼 對啊 我什麼都沒做 我還是去賺錢喔 我是七十八年 六月結婚 我七十八年九月 我跟瓊瑤 我們很大陸的劇組 大概一百多人到大陸 長沙 北京去拍 婉君 三朵花 雅琪 那我們才結婚三個月新婚嘛 那我老婆就... 就說我們才新婚 你就要... 就要離我遠去 那個時候我去 他就一直說 你不要去... 但我要賺錢啊 然後三個月 我從大陸打電話回來 天啊 它什麼星座啊 金牛 金牛 鬧變牛 金牛固執其實還是很厲害 而且還是O型 你是不是O型對不對 我沒有雙子 你才可怕 等一下 乃哥 乃哥你什麼星座 我是處女座啊 處女... 處女男應該... 我想處女座太唯美了 他要求... 唯美... 唯美耶 乃哥你說出唯美兩個字 沒有 處女座要求完美 不敢講說唯美 要求完美 對... 就是說你不管是愛情 它一定要是很圓滿 他不希望愛情能夠出現 任何的破洞 就是對很多事情他要求 就像我們愛乾淨處女座 一樣的啊 地上如果有頭髮 我早上起來 我們家養兩條狗 你知道我早上起來 我是裸碎的人 連內褲都不穿 我不穿的 我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你要幹嘛 我拿拖把 弄我的客廳房間 你是說先不穿衣服 我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因為晚上啊 兩條狗啊 會... 會掉一些毛啊 狗都會掉毛 對 那我就很不喜歡 腳踩到有狗毛的感覺 那有一種那種會 專門吸毛髮的那種 對... 我就整個要滑一遍 我才一天的開始 所以你讓觀眾有一個 很可怕的畫面 就是乃哥一起霜 就是全露 對 然後拿那個 靜電的那一根 對 我們今天很像那個畫面 你知道嗎 而且我剛剛講的是 這樣邊吸會不會 吸到自己嗎 對啊 吸到自己的毛 沒有那麼長 什麼畫面啊 那你說你唯美 如果你老婆身材有一點 變胖或什麼 可以接受 也不行 好啊 這麼嚴格喔 這麼嚴格 所以你看 我太太到現在 一直維持得很好 但她也很要求自己 可是你這樣 我覺得很... 就像我們家三個小孩子 也是一樣啊 小孩也不能發胖 稍微胖一點我也會講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希望你們就是完美家族 我覺得人喔 活了一輩子 連這個自己都控制不了 你還能控制什麼 所以你也會定期去 譬如說你割雙眼皮啊 我從來不割 做這些的 你明明是割雙眼皮 我沒有割雙眼皮 我會抽眼 抽那個... 抽脂肪 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定期打電波對不對 對... 然後肉毒什麼的 對 因為我 我沒辦法看我老態 你一定要... 就是臉是崩的嗎 我也不要崩啦 我自然就好 對 所以你不希望你的臉 像演藝圈的誰 我不希望像肉毒 乃哥 那你跟丟妹 化成會會這樣子 因為丟妹也是愛人 因為丟妹真的好久沒上 我們節目了 真的 超久沒看到她 你這一陣子沒來 是因為是新聞太多 那個真的 非常非常多 有哪一個是你要澄清的 還是什麼的 澄清喔 不用啦 我覺得你也要養家糊口嘛 你就好好過你的生活就好 誰啊 不要再針對我 沒有啦 因為畢竟同行嘛 對 就是有時候會 對方要吵人書 要有流量 對 就會採著流量密碼 往上趴 是不是有其他直播主 攻擊你對不對 對... 沒姿勢 好不好 說她的那個蝦 流出藍色的血 對 說那個一定有毒 對 這麼過分 對 那這樣 實在到底有沒有知識 這個可以告耶 真的啊 有 這是可以告的 那你說蝦生的 流出來的血是藍色的 有根本的 他的血 不是藍色的嗎 真的啦 不過蝦血本來就是藍色的 對 大家這樣也講得也沒錯啊 對 可是他不懂啊 他就會把這個 就是亂大便宜 他以為有添加物 才會藍 就是添加物 就是添加物會有毒 什麼...講的很像 一樣那麼一番言論 對 我好氣 你沒有放下 真的就好啦 有跟客人就是一個解釋 就是有上課這樣 但是我說那個人 你有告他啊 我有告他啦 可是就是我覺得 他那種笑的 不會給人告 就是沒差 所以就現在還在官司當中 其實還好啦 就是我也是叫律師去告這個 不是 我是堅持告的 對啊 這年頭要 可是那種笑的都不怕 所以乃哥你現在手上 要幾個官司啊 真的 你要告誰啊 我就跟你說乃哥這幾年忙的 不是輸不起的事是關係 你看那些人搞我弄我啊 對啊 現在判刑就判刑啊 然後惡神的惡神啊 全部都起訴啊 是說你欠錢那個是不是 不是說什麼 我什麼假賣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是 我們都 因為要息事你 少一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時候我們常常就算了 但是呢 你讓人家 一直一而在 在而上的壓到你的頭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把你摁到水裡面 你已經沒辦法喘氣了 我們只能反擊了 對 要不然的話 你永遠讓人家汙名化 對啊 大家會誤會你啊 是不是 到時候人家覺得 你就這樣人啊 你這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 用釋法 漢威自己的名聲 對 所以目前都已經慢慢 還你清白了 不是慢慢 還了很多了 全部都還了 快了 有些人都發肩執行 恭喜 真的 快來訂閱小姐夫息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快來訂閱小姐夫息地